主席想要再問一下就是這個旅行公會全聯會他們就是希望邀請三黨的黨主席來討論這個禁止就是台灣的團去大陸這件事情 這個今天早上要討論過來原則上是這樣 因為這還涉及到我們第一個問題就是說奇怪這個行政命令它是基於哪一個法律的基礎上面 因為這個憲法法律行政命令 你行政命令不能違反法律 就是說當現在政府下這條命令的時候不曉得出於哪一條法律 所以結論是這樣 我們一樣我們黨團主任會主動去邀請那個旅行公會那些理事長們 我們會主動去跟他先了解說他們的訴求還有這個法律是在哪個地方卡住 這個我們不必等他來 我們黨團會主動去接觸他們 首先我要發表嚴重的憤怒跟抗議 昨天發布這一則新聞讓我們很多業者雞飛狗跳 那業者紛紛打電話來問到底怎麼了 我們去年宣布從3月1號開放所謂的主團到大陸 而且我們旅遊業將近4000家幾乎每一家的話在做這個行業 做旅主團到大陸去旅遊 那今年剛好是4到6月份是往大陸的旺季 尤其3到5月份很多旅遊業已經跟航空公司從小飛機變成大飛機了 這個影響所距是很大 尤其6月份已經收客6、7、7、8成了 那比較特殊的旅遊景點的話 都是7、8月以後都已經收訂了 那這些旅遊糾紛如何善了 這是很嚴重的一個問題 因為我之前也擔任過 平保協會的旅遊糾紛的主委 所以這一方面的話我相當的清楚 如果發布之後呢 從6月1號這個主團尚未出團的這個如何善了 也請我們有關單位給我們的一個解釋 另外呢 好不容易我們在疫情COVID-19這3、4年期間呢 這個給我們旅行這很大的打擊 那開放了 終於開放了 我們全世界任何一個國家都開放了 唯一只有中國大陸這個主團不能去 就是一笑國際 讓很多人的話這個當成一個笑話 那首先呢 我要問的是 有關單位我們的這個禁團令的法規的依據是什麼 第一個 禁團令的法律基礎是什麼 要擬清 若是在疫情期間 因為防止疫情的通過的防疫特別條例 然後授權中央疫情指揮中心可以做任何事情 包括邊境管制 所以呢 禁團令有其法律的基礎 但目前呢 防疫特別條例已經廢止了 其法律的一個基礎已經喪失了 第二個呢 若是禁團令是依據發展觀光條例 但發展觀光條例僅限於旅行社經營的管理 若是可以擴大到可以禁止旅行社組團去 某些區域可能是否已經逾越法律值得探討 第三呢 若是依據兩岸條例 該條例是有限制台灣人民或 企業赴大陸投資 但旅遊業便未限制 所以呢 個人旅遊可以 為何 參團的旅遊不行 旅行社組團前往中國大陸 台灣旅行社送團大陸旅行社接待 雙方簽訂的是一般買賣商務契約 而不是一般的投資 若是買賣企業被限制 那麼 那兩岸的 之間的多少買賣 運送企業 要怎麼被限制 我想希望有關單位給我們一個合理的解釋 如果沒有合理的解釋的話 我相信我們在520以後呢 應該很多業者也要串聯的話去抗議遊行 尤其520那一天 很多業者也建議說 如果沒有給好好的我們旅遊業的一個答覆的話 我相信我們會做一個非常非常的一個 這個手段的話去處理 以上報告 昨天在毫無預警的狀況之下 我們政府宣布 不解除對大陸地區的禁團令 這當然使得我們的旅行業者觀光業者 昨天如同晴天霹雳雞飛狗跳 所以今天我們緊急的召開記者會 就是幫我們的觀光旅遊業者來發聲 今天政府言而無信 一定會造成他們的巨額的損失 而且選在小年夜之前的一天 這真的是想要讓我們的旅行業者沒有辦法過年了嗎 他們要如何去因應政府這樣突然 突而起來的這樣的一個政策的急轉彎 大家都知道事實上民進黨政府為了選舉 在選前承諾會從3月份解除禁團令 但是選舉之後短短不到一個月 竟然言而無信 食言而肥 這個是最光速的競選支票跳票 請問賴清德 你創下了一個在競選支票跳票 最光速的跳票記錄 你還敢講說信賴台灣嗎 你還敢講說有什麼誠信嗎 旅行業者可以信賴賴清德嗎 旅行業者可以信賴民進黨政府嗎 我們在這邊公開的呼籲 賴清德你不要賴皮 賴清德不應該賴皮 在選前承諾要解除禁團令 為什麼選後短短一個月不到 就直接的跳票了 第二點 現在政府以所謂的對岸沒有誠意 特別是503航線的改變 來改變了我們的禁團令的解除 我要請問的是這樣的政策 有懲罰到對岸嗎 對岸不是不痛不癢嗎 真正懲罰的不是我們國內的旅行業者 跟消費者嗎 有哪一個政府說要懲罰對岸 結果懲罰的是我們自己的旅行業者 是我們自己的消費者 我們的幾位理事長 都發出誠摯的要求 而且說這個會有非常非常大的一個損失 甚至不排除520 大家一起去恭賀賴清德就任 要怎麼樣恭賀法呢 如果你們讓旅行社業者沒有生意可以做 你們欺騙旅行業者 請問一下賴清德 你還能夠風風光光的就任嗎 第三點 以所謂的503航線的改變來說 繼續的禁止 從6月1號又禁止 台灣的團客到大陸去 什麼時候大陸宣布 503航線改變呢 是今年的1月30號 1月30號已經知道503航線會改變 結果在1月31號 交通部仍然對所有的業者說 準備在近期之內解除禁團令 所以這非常清楚知道 503航線的改變 本來並沒有要改變交通部 要解除禁團令 結果竟然在將近10天之後 突然在昨天宣布 大家不覺得昨天宣布的時間 非常的微妙嗎 非常的敏感嗎 昨天發生什麼事情 昨天發生的 是台糖的豬肉經過中央覆驗 證明確實含有瘦肉精 所以引起國內大家消費者 國內的民眾 引起一個食安漏洞 一個大危機大隱憂 結果今天政府去宣布 又拋出一個不解除禁團令 難道不是試圖要移轉焦點嗎 難道不是試圖想要轉移 大家對食安漏洞危機的擔憂嗎 有哪一個政府 今天為了要解除食安危機 然後丟出另外一個 我知道旅行業者一定會跳腳 一定會反彈 媒體一定會大幅報導的 一個禁團令的繼續的持續 怎麼會有這樣的政府 所以我們要禁告民進黨政府 不要一而再再而三的 你們沒有做食安把關 你們已經損及了我們消費者的 食安的權利 結果現在又損及 我們旅行業者的權利 跟消費者的權利 可以這樣玩弄人民與鼓掌之間嗎 所以今天小年夜 其實我們應該都說一些吉祥話 但是如果政府 今天政府可以欺負人民到這個頭上的話 那麼我們絕對不會屈從 我們也絕對會站在我們業者的這一邊 爭取他們應有的權益 以上 謝謝